上集说到婚礼现场闹剧事件完结 鸡囊及时止损 新娘自食其口 总之是没辣的一个好 那么接下来又将迎来什么案子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这天安和建立中心正在做宣传 张希达拿着气球试图吸引一些咕噜的孩子 但是大地儿的孩子对气球已经不敢瞒了 反倒是有个路过的小学生 想要鉴定自己是不是妈妈亲生的 张希达一听这话 觉得这孩子是把自己爸妈说的还笑话当真了 安慰他说那都是骗人的 但很明显这孩子并不是听到玩笑话才这么想的 只说自己还会再来找张希达 便和另一个孩子走了 这孩子倒也实在 真就带着鉴定需要的费用来找了张希达 不仅如此还带齐了所有的样本 这下给张希达整不会了 没想到这孩子真是认真的 于是经过张希达对孩子的深入了解 知道原来是小男孩家里还有个哥哥 而他爸妈又对哥哥偏心浇灌着 这让小男孩倍感委屈 张希达听完也是好心犯难 答应了帮他鉴定 但到了董宁书那儿 就是一个大否决 上来就是了 未成年人在没有接过人的情况下 不可以做亲自鉴定 张希达不死心 死缠难打还是让董宁书做出了让步 让他先把孩子送回去 张希达健壮开开心心送了孩子回去 结果晚上这孩子竟又从他帐篷里爬了出来 引得他家里人来兴师问罪 经过一番沟通 总散解开了误会 孩子母亲也同意了做个亲自鉴定 让孩子放心 一套常规流程过后 确认了鉴定结果 证实孩子是一比一 保真轻生的 小男孩高兴地抱住了妈妈 在离开前和张希达说了自己了解到的真相 说是因为他们哥俩 测过智商 他比他哥哥聪明 所以家里人才会更愿意鼓励哥哥 听到孩子说出的真相 张希达不仅感慨万分 原来他从男孩妈妈口中得知 哥哥其实是他们几个姐妹之中的老大所生 身为警察的老大 多年前与消防员丈夫 遇到了一个火灾现场 为了救人 都牺牲了 留下了不到一岁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 就是现在小男孩的哥哥 这让我们也不禁感慨 人间尚有真情在 好了 这个案子完结了 后面又会有什么新故事呢 让我们下集继续 我们下集结效果 我们下集ắn